哈喽 大家好 欢迎来收看麻毛哥解说 这是我们中国狼狼跟黎八分狼狼第一节比赛 周琦内线单打 没能打进 没关系了 现在比赛来了六分十秒 中国狼狼现在是落后八分 场上现在内线 周琦怪斜防 成功防下来 赵瑞分球 再分球 中国狼转一球非常快 现在我们还是打一个三后卫体系 胡明轩给到周琦 周琦担打阿里奇 造成犯规 来的是周琦啊 现在周琦在亚洲赛场绝对是一个统治级别存在 你看三个人收缩 过来防守周琦 李邦拿了也是非常计量周琦的内线攻击能力 现在周琦战亚防守线 周琦他现在是在我们国家队跟澳洲联赛两个地方打球 第一防没法进 周琦这个罚球啊 还是在稳定点 但是你不能要求周琦很多啊 他在防守当中也要做很大的体能消耗 你只能希望周琦顺面队友打得更好 好球 第二把发进 中央拿了三分 在首级刚刚过棒 中央拿了现在仅仅拿到三分 胡平轩防守 舒蒙 夏蒙 周琦防得很好 阿里奇 周琦冒掉了 好球 但是24秒好在啊 我感觉周琦啊真的防守很多高个球员 特别是那种动态天赋比较不错的球员 你看周琦直接冒掉了 这就是周琦的一个个人能力了 他的身体天赋 今天天赋真的很好 郭云轩分球给周琦 现在全队的核心都是以周琦为中走点 周琦被打 掌声上篮 好球 基本上都要围绕周琦来打 那就其他队友一定要好好帮助周琦啊 不能让周琦太累了 替补也一定要好好发挥出来 二三联盘周琦正守禁区 突破周琦 刚才应该是吹了中国男男后卫吴明轩的一个拉手 最后剩下1.7秒 镜头给到6号夏蒙 夏蒙94年出生 今年28岁了 夏蒙也是代表他们黎巴嫩打了好几节世界杯了 现在后卫换上徐杰了 看看徐杰上场之后跟周琦搭配的怎么样 黎巴嫩这边进行后卫性的调整 换上25号没车 阿里吉站 阿拉基站上发射线 第八发镜 阿拉基还是够硬啊 两把全境 现在 杜峰也是换上顾全 还是要增强一下外星的空间 这样的话周琦啊不管是在进攻还是在防守都会更好 顾全给到底脚 胡云轩 在分球 顾全三分 好球 顾全是我们这回国家队三分大腿 亚洲杯 世界 是预赛 全都发挥的不错 顾全也是 在用确认情况下被国家队 真真造上来的 换手的上篮没有 没能拿到其他篮码又丢一个 周琦这回保护下来 顾全 没有敢投篮 中篮还是比较把握住 每一次进攻机会的不敢轻易的投 还是需要周琦出来挡猜 郭明轩三分 周琦 太难了 周琦抢了吗三个人卡着他 现在场上两名广东后卫再加一名 广少会后卫顺明辉 顾全单防 周琦怪协防 好球 顾全造成进攻犯规 海大尔 上来之后 球都已经停住了 现在啊 11号海大尔 第一次犯规了 完全站住之后 你看这个海大尔的身体真壮 周琦跟顾全两根去防守 刚才他其实那手部动作还挺多余了 现在我们男男内线啊能够打的球员太少了 像周琦 王哲林 绳子杰 顾全周鹏 偶尔顶一下 徐杰 再分球 失误了 那徐杰这么打的话 不能再像联赛这么打 三分没头进 我们的后卫啊 要么运球 紧张 要么投篮不进 联赛的风格一定要打出来 阿拉基分球 海大顶开周琦 周琦又成功防下来 目前还没有中锋在周琦面前得分 但是我们从 五分钟到现在三分多钟过去了 我们丢了好多个琴的篮板 单反阿拉基 太准了 这个持球后的一个 持球三分 阿拉基现在拿到7分 阿拉基他这种 欧洲型 欧洲类型的后卫 确实是我们国家队非常需要的 孙明辉 还是需要周琦过来挡拆 给到周琦 周琦 把球放进 太难了 面前已经有三个人在防守他了 孙明辉还是要把球给他 你就可以知道我们国家队太需要他得分了 周琦就在里面 好球 周琦防下来当时又丢篮吧 漂亮 主打犯规 徐杰还是把他该有的能力发挥出来 那抓住机会一定要 追一分 你看 你看 三个人去为这周琦 好在周琦够高啊 不会受到非常大的干扰 所以我们中国南拉 自古以来是中锋啊 那是有原因的 顾全 接手三分还是很稳的 赵瑞 重新换上赵瑞 徐杰三分 可惜了 周琦再来 走步 现在剩下一分二十二秒 杜芳上了广东的伤后卫 再加顾全 周琦 反正群长看过来的太 周琦太累了 广东三后卫一定要发挥自己在联赛的风格来 阿拉基再来个三分 周琦保下篮板 徐杰 借周琦挡拆 把球给到周琦 你看两个人过来包下周琦 造成犯规 造成了犯规 所以你看现在打亚洲级别对手 对面肯定要重点研究周琦 你看这种肢体动作接触太频繁了 现在是 下去了 周琦现在终于下去休息了 杜芳上终于下去休息 最后40多秒 顾全来个三分 好球 顾全不愧是国家队三分大腿 他的三分是国家队最信任的球员了 反正我看顾全投了确实稳定多了 阿拉基 阿拉基 单挑完整力成功 阿兰基这一手小炮头 也是库里在NBA经常喜欢打大哥的这种打法 胡云轩 胡云轩 被断掉 最后还失误了 好球 那第一届比赛结束 在周琦的大零下 那中国人目前还是拿到13分 比赛就到这里了 朋友们再见 好球 谢谢大家